新北市長選舉尋求連任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昨天低調辦理登記 今天參加淡海輕軌縣動工典禮 要蓋北臺灣第一條輕軌路線打正機牌 而對手游錫坤則在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的陪同下完成登記 這以批評朱立倫的施政是在全國後段班 新北市長朱立倫三環三線政見當中的第一線 淡海輕軌縣上午動工 朱立倫親自參加動土典禮 第一期工程包括綠山線從紅樹林站到淡海新市政站 以及部分藍海線路段 預計將在一百零七年底完工 這不但是北臺灣首條輕軌路線 也將是朱立倫爭取連任的重要政績 朱立倫表示未來會繼續推動三環三線的交通建設 那很快的我們針對於包括汐止民生 還有我們的安坑線 這個三線都會有動工 那還當然我們的三一線也是要開始 做先期工程的動工 那就是要把我們的三環三線全面的啟動 朱立倫已經在二號下午四點多低調完成 新北市長參選登記 而他的競選對手 民進黨提名的新北市長參選人游錫坤 上午也在民進黨主義蔡英文陪同下到 新北市選委會辦理參選登記 不過日前傳出朱立倫正贏打算以二零一二年 總統大選馬英九和蔡英文票數差距的 二十三萬票為目標 希望林底也能贏游錫坤超過二十三萬票 游錫坤和蔡英文回批 朱立倫過去四年政績不佳 選民自由判斷 游錫坤達雜誌民調批評朱立倫施政不佳 朱立倫為淡水輕軌動工破土 要證明自己認真做事 最後誰能出現 還是要看新北市民如何決定 記者張雄 謝祺文 朋友組 SNG小組 新北報導